同学们注意一下 一会儿我们十一点五十五 在一号会议室集合 发布第二个案例 一会儿见 一天一战 那天要整个案例吗 感觉可能男的要两天一个吧 我天 救命 救命啊 永远在救命 对 他的口头缠 救命美少女 问一问孕成 就是站在这个 你律师专业的角度 这个维权案件本身 难点是在哪里 我觉得首先因为 AI它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所以目前法律 它们有一个明确的 规定的情况下 就是两队的人都必须要用一些 比如说法协理论 或者说一些相关的 一些类似的法律 然后成为他们论述的依据 然后去论述 这个就很考验功底 其次的话 那郑芳就要去论证 他到底是怎么侵权的 他侵犯的是什么权 那他侵犯权力之后 他这个是不是构成要件 是符合的 他需要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东西 对 甚至说侵权的主体 他可不可能是AI 对吧 如果说他是作者的话 那可能是个AI 也可能侵权 但他本身 他不是一个人 或者是法人的主体 他没办法承担责任 那这个责任由谁来承担 然后我觉得这个遍体里面的话 可能反方会更难一点的原因 是在于 因为反方需要猜正方 到底说是要清什么权 如果正方他说 他侵犯了著作权里面 某一个A权力 那他如果准备的是 反驳的是B权力 那他在场上的话就没法 那个去说 所以他可能要准备得 非常的权 不管你举出什么样的侵权 我们都是没有侵权的 另外就你刚才说 这个侵权的主体 对 到底是谁 指的是AI还是指的人是吗 就是你必须要去探讨 这个可能性 就是在这里面 侵权的主体到底是谁 就是一般来讲 可能就是题目里面 那个小安嘛 对吧 对 但是那个AI它本身 它在里面是一个 什么样的身份 你也要先去界定它 有个问题啊 这就像是 一个人拿了枪 去杀了另外一个人 那难道能说是枪的错误吗 那肯定还是人的错误 但是现在法律它前沿 有在探讨 就是说AI它到底 能不能成为一个作者 具备这个身份 你想想 如果这把枪 它可以决定 它什么时候开呢 对 它自己有决定的意识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是主体 对 我拿了一把枪 但这个枪上面 绑定了一个AI 这个AI能自己判断 什么情况下 条件一旦满足 那么我就自动开枪 所以我拿着这把枪 它开了 是我拿的人要负责 还是枪 决定开的这个AI的程序要负责 还是设定了那几条 触发条件的设定者要负责 这里面有多个主体 妈呀 做AI真的太难了 比做人还难 我自己也碰到过一个事情 我跟刘岳飞去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隔了很久之后 有一个朋友发了我一段视频 说你们俩给他代言了 然后我上去一看 还真是 然后我 但是我一想 不对啊 我跟刘岳飞明明可能是在 另外一个品牌活动上 为什么我们俩会给他代言 而且说的话什么的 也都是这个品牌 我都开始恍惚了 我说是不是我自己代言了 我忘了 后来发现就是人家AI合成的 他模拟我的声音 模拟我的样子 连嘴型都能给你合得上去 不活了 来咱们开个会吧 可以 我们先安排一下这个时间的安排吧 对 我觉得我们各自可以准备一些 个人负责的论点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稍化一下那些材料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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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然后我们就一起整合 大概是今天晚上六点左右 我们再把大家的论点 聚集一起来一起看 重复的那个 对 可以 我怎么感觉Kim更像组长的感觉 他在安排 他更有领导的切剧 他这样一个角色非常重要 分布好所有人的职能 还有时间表的出现 我觉得要不我们把 内容线定在 八点 八点 今晚八点钟好吗 八点半要回家健身了 就快快快快快快快 这是真的想做运动 因为我其实我们困在办公室里可能没什么灵感 我们反而回家去洗洗澡或者是多做运动可能灵感马上不会来 现在可以理解了吗 可以 那我现在就是在 我现在目前在做的工作是你的那个 要不你可以找一些相关的 那要不我们根据这个分工来做吧 浩博 那我来这个财产你财上去 那肖阳就准备独创信 独创信我也可以 好 我和他一起选吧 很好 很好 终于不入正轨了 我们 这组感觉除了他都是组长 你看你撞多一张 就是买老泽沉浸在最高的一番推理上就 有两拨 被自己甩到 不是 这有自信走起来 你别 你 你别走路 别玩手机 我天 你之前说你在法大还是软大 软大 你们是法大 我们可能碰到 有碰到你们 我没有碰到北大那一集 闪大 我们要在闪大 我把照片拿 拍一会儿你看你认不认识 这俩人你认识吗 好眼熟 救命 对啊 对啊 就是你们队是吗 对啊 我们对的 我就记得我们碰到的人 好大了 老对手啊 是 原来命运的持人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赚到 真的是 我明天 对抗胡明浩的任务 就交给我 他还来对抗胡明浩 对 然后我也把最棘手的 来到自己站 来到自己站 行 行 小薇 好 可以 我觉得梁薇是狠的 他之前都没有展现过 这么自信的一面 没有 他觉得那个 特别学术类的 我现在还比不了你 但是这种 我还是能跟你刚一下 针锋相对的 怎么办 现在谁能出来主持一下这个局面 怎么办啊 怎么办 谁能够带他们逃离困境啊 他们没有想过其中一个人 去约那边的人聊聊天点 直接过去就行 反正就不说对 反正就是喝点之后 就这两天这么累 他们需要个教练 真的 他们Kim姐还走了 我现在理解为什么Kim 就是干净利落地 把自己的稿丸就走了 因为反正也纠结不出来 对 他已经发现了 第一 他收服不了对方 第二 他是对的 所以我把我的做完 我写完 我有我的事 他就直接 对 就不争论了 不争论了 直接写了 东西说话 明天我按我的打 你们看着办了 跟不跟我 就是节省时间成本 哇 好香港哦 学的电话 哈喽 我就小小地接一下 早睡怕你担心什么的 今天忙完了 没有 现在在写东西呢 声音变喽 男朋友吗 还是不要打 真的 你有没有发现 女孩一打电话就 给你打我没有办法 进入工作状态 刚到这一天 喜不习惯吗 咋呀 工作不工作 是吧 咱们也是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这个还是最重要的 那有什么说 青州已过关中山 可能当你过几天 你会觉得 刚开始这些东西 现在上来 可能累是累 但是你也确确实实 学到了很多事情了 对吧 是的 哈哈 错 而且有落差 对吧 刚开始的话 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 因为你不熟悉嘛 然后你很多东西 可能也是第一次去接触 那我们可能完成的 没有那么那么的完美 万事开头难嘛 所以说不要有这么大压力 好吗 好的 其实就加油 加油是最重要的 然后多吃饭 让自己多开心一点 好吗 好的 加油 加油 工作胶着 情感的港湾 好 我要回去加油了 我现在时间很紧迫来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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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现在特别担心的电视输出 到时候能不能说出来 对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练 他又迅速投入工作状态了 对 职场人的心酸就突然间 算好每个人 还是要说的都差不多 体现了那种团队 你看他没有任何人看出来 他甚至眼睛都不是红的 对 不想让这种情绪干扰的 还可以做 对 也不能互相矛盾 是的 就是可能我会 比较允许自己 比如说哭一场 然后但是下一秒 可能我就好了 就是接受低谷 然后触底反弹 9年半了 对 Kim要回家了 我是不是我做好 发群里就可以 OK 你可以早点 你写好了 嗯 那把文书给问一下 好 效率好高呀你 如果我写了有什么错了 或者是你们不明白的话 你们就跟我说吧 OK 我们以那个修订的形式 对 OK 写完了下班了 他真的 下班了 他到这个点一定会 反卷斗死 不是 你只要 你真的 没有法律规定 你只要自己说服自己就行了 因为真的没有明确的规定 说一定是对的 或者一定是错的 如果有规定 就不会让我们辩论了 你也不要怕错 错了就错了嘛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地接过 对吧 总理想不出来好吗 我觉得 对吧 他就是很理直气壮地说一些 可能并不是 并不是特别 我觉得推测的方式 对 这点很厉害 甚至认为他说得很对 因为他太有理由了 他看起来 就是他的语气让我觉得 他好像是真的 对 对 没事 我来看看 没事 进来 进来 你们 没关系 这是个刺探军情加霍迪吗 我的小伙伴们都走了 你怎么还不走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组写得 很好 找 不是 就是 而且我的逻辑 就非常混乱 他是请反方给他支招 就 就是说一整个 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我现在 就是看那个论文的 已经 已经一片虚幻 你知道吗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解释到 完全没有解释到 那个重点 怎么办 救命 好吧 好吧 我们应该来找我的对手 说 说 我们也想知道怎么办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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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时候回去 我们 我们可能 再练一会儿就回去 对 他可能真的只想找个人说说话 他只一坐那儿 对面什么都不敢干 对面 对面 整一个你们的箱子要吃 行 随便是 然后我走了 你们继续吧 我不打扰你们 都拿几个 要过 对 哪一个行 我只过来醒个困 好 那边空调还是没开吗 好像开的吧 我觉得也不是很热 拜拜 小伦 挺难 我觉得就是要允许每一种情绪的存在和它的表达 是 就是我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因为当时要考期末 其实也有工作上的一些其他的安排嘛 就是时间是很冲突的 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也就是很大的 反正每天就是莫名其妙地就会烦躁 一般的话还是不愿意去跟别人说嘛 因为总是会觉得说 我说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或者别人会怎么样看我 但是后来当我发现把我的这种心事 非常坦诚地表达出来之后 我一下子也就好过来了 嗯 困扰我可能半个月一个月的情绪 它一下子就消散了 我一下又回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去面对比如说考试啊工作啊 然后非常细腻的是那段时间都完整还可以 对得到了一个还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我在演中国合伙人的时候就设计场戏 本来那场喝醉了酒打架的戏是没有的 但后来因为当时我也是碰到了 大家嘲笑我英文啊什么脑袋套啊 就类似于什么这样子的一段时间 然后我特意挑了一个英文老师的角色 我当时压力也挺大 我后来看了剧本之后 我在拍那场戏的前一天 我就跟可信导演说 我说导演 我说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没有发泄点的 不可能一直憋着的 我说那不是一个真的人 我说那场戏啊 演到喝酒的时候您别停机 我可能会多演一点 后来其实看了之后 我觉得那个是很真实的 当然觉得很好 是因为就是兄弟之间啊 不是说只是大家想当中 搂着你好我好不是 有时候情感反倒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之间有时候说不了 那我们不如就用别的方式发泄一下 只要不伤及到彼此的情况下 你发泄完了 第二天我们又可能变得更好 对的